如果你看假面骑士,那想必多少有听过一个梗 天才势不可挡,崇皇火力全开 这梗的用意是想嘲讽与迫害那些频繁吃憋的角色 但作为雌梗起源人的假面骑士Bildo 他的最终形态天才表现真的很差吗 本期小城为大伙复盘一下 天才TV里的全部战绩 看看他到底强度如何 首先是第40话 牛逼轰轰的能量品小伙开始了他的首秀 既然还是新手保护期 那表现自然没得说 天才上来就用钟表满屏的时间置换能力 表演了一首徒手劈子弹 顺便还把MOTHER ROGUE的烟雾枪一并捏爆 紧接着结束完胖奏的天才 轮流切换着身体两边的全有机物满屏 和全无机物满屏 直接把对手打到起不了身 明明是纯粹碾压 但问题来了 给波鲁特从边上出来表示 打得好啊 但我不给你的 靠着一手任意门把吴子明卷跑 回避了主角的新手保护期 合着你才是真正的天才啊 同一话内 天才再次变身 与吴子明展开Round 2 不过因为北都首相 被变成了Lost Smash怪人 战兔先把吴子明托关给土豆佬 Gliss 首次释放出 拥有中和星云气体效果的 全60只满屏必杀骑士帖 对其成功进行了 不伤害肉体的物理进化 接着转头又是一脚 跟土豆佬一块 把吴子明踹至解体 一个人打都是碾压了 那双打 结果毋庸置疑 是主角团完胜 第41话 天才比鲁特首次对战Boss 假面骑士Eboluto 这场battle 可以说是与后续复本难度 紧密相连的一次较量 一阶形态 打架过程甚至让我有种 在看骑士版赛家战截盾的既视感 本来一种自知不敌 想掏出扳机变成黑洞在战 但我们的兔子当即爆发精士智慧 且慢不许变 使我一拳先 拳流是满屏必杀的能量 汇聚右拳 镇中一种胸口 将其打到解除变身 虽然赢得完全胜利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教训 翼总回家把黑洞扳机 永远焊在了进化驱动器上 同一话内 天才对战敲心虫Lost Smash 但凡不是蛇皮怪 只是怪人砸兵的话 那天才最终的结果 几乎都是完胜 战斗时长甚至不满两分钟 Smash就被天才的两大必杀进化 再次回到人类姿态 此时翼总登场 即使对工具人小弟进行灭口 随后与Bildo开始交手 上一战时 天才的必杀 为翼总注入了多余的情感 导致他改变想法 准备把迷失满屏 注入到战兔体内 变成怪人胎 此时便展现出了 天才的又一个bug技能 那就是胸口反应炉 与全身满屏联动调整粒子 产生的成分综合功能 无论你水里点火 还是药里下毒 都无济于事 翼总自信认为黑洞吃不了别 单手想挡下天才攻势踢 结果反被踹翻 因为红温提升了危险等级 起身进行着狂风咒语般的拳打脚踢 只可惜最后没下死手 按照骑士盆特有的解体 才算战败来看 这场对决只能算是平手 第四十二话 同样有两场战斗 上半场再战加面骑士 黑洞形态 此时战兔因为一心想着找老爹 情绪异常激动 没有啥像样的操作 翼总也是抓住机会 转起大风车 进行360度无死脚打击 好在战兔及时用钻石满屏开了盾 这才没有像老十人一样光速解体 之后翼总转手当上拆迁大队 没有继续他打开 因此依然算平手 下半场 战兔老十人 对战满Drogue 伸缩Smash 这次的问题其实和上半场一样 只不过是阴谋的人反了过来 变成老十人被吴子明给搞奔了心态 几乎等同于战装的假人 换言之 战兔似乎像是在一打三 既要打两个小可爱 又要照顾老十人 即便如此 吴子明和Smash也不是什么难传的对手 没想到天才可以和他们打个有来有回 虽然战兔靠着嘴炮维新完以后逆转了局势 但小陈个人觉得还是有些离谱 按照天才前面的表现来看 怎么可能会被这么摁着打 编剧你自己觉得合理吗 哪怕赢了 赢得也算不上体面 第43话 对战葛城人版 假面骑士Biludo 与CD Lost Smash 众所周知 在面对复数敌人的情况下 天才总是会优先处理变成Smash的人类 更何况这次的受害者还是Me Tan 考虑到此时 龙我变身的熔岩龙处于暴走状态 天才先是进入头脑风暴 光速布局 与几档时间内设计完一整套胜利法则 用骑士T把Me Tan体内的女王之力 送到首粗黑洞的龙我身边 不仅Me Tan得救 龙我也被中和了一种基因 可以说是仍如其名 相当天才的打法 之后 主角团一打二 解锁金兔满屏的同时 战兔危险等级达到7级 击倒吐跌 不费吹灰之力 第44话 战兔首次与三位父亲一起 组团对抗黑洞一总 这里说实话 不能用之前天才B6的 单挑黑洞式的情况作为参考 因为当时一总还没有使出全力 这次的话 至少已经认真起来 用上了七八成的本事 以至于前几分钟 大伙都没反应过来 白爱了对面几套毒打 不过天才反应的也相当之快 立刻就靠头脑风暴 给父亲们上buff 先是挤压二傻 限制一总行动 再是龙我瞄准弱点 一击暴雪全套 打废了一总的黑洞扳机 最后再是靠军师天才 开大收下人头 配合相当完美 不说我甚至以为 B6到这就完结了 第45话 本就是最终形态的天才B6 首次加装危险扳机 变身为主角团TV最强战力 危险天才形态 外貌上没半点变化 主要是靠扳机的充益模式 提升危险等级 表面上看 这次骑士梯是四个人一起上的 实际上光天才 应该就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伤害 哪怕是已经变回怪人态的一种 也完全招架不住 同时天才原本就很强的进化能力 也被危险扳机充益化 从而进化了潘多拉面板上的迷失能量瓶 一种不敌 只好逃离战场 第48话 以天才为首的东都打蛇团 开始集结爬塔 进行最终决战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天才B6到 在TV里的最后一次登场 且目前为止 天才没有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败机 但大部分人也许并不会认可天才的实力 因为他自食之中没有一场 从头碾压到尾 并且将对手彻底打输的战绩 当然打杂兵除外 明明天才设定很强 但似乎编剧故意想抬高Evolut的战力和逼格 导致天才到了结局 还在平地上摸爬滚打 吸收完月球力量后的蛇皮怪 抬手放波 直接把Birdo和Close 轻松打至结局 这是天才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TV战败 后续能反败为胜 靠的是老实人破坏了黑洞扳机 战兔才有机会配合龙我 完成反杀 说白了 但凡天才能开大 哪次真的输过 综合胜率 除了无敌玩家以外 天才在全平成骑士中 已经是最高的存在了 再考虑到假面骑士Birdo 后期的副本难度极高 这些胜仗如此难打 也算挺有可原吧 好了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小陈 一个永远不会脱根的男人